你希望你的世间法越来越圆满 什么就是 家庭越来越安定 身体越来越健康 钱越来越多 外表越来越庄严 越来越有智慧 最快的方法就是供登在佛前跟佛塔前 为什么 这个佛像跟佛塔是无上功德福田 所以你经常供花供登在面前 所以你的世间八法永不衰减 你的世间法包括你的修行的方法 越来越增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位来家里无论如何 要贴一张佛像 小小都没关系 没有佛像就一本观音普门品 一本地上经都没关系 就代表三宝拉 真的还没办法 一张你法师的相片 老和尚的相片都可以 你在前面供登供花供水 供完以后 那你这样世间法得圆满 所以我们很希望 每个人经常在寺庙 知道他寺庙 他会供个香 供个蜡烛 都有让他世间法圆满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做生意 家庭要平安 多到寺庙去拜拜 那你这样就供佛了 就达到了这些功德很重要 和这是真正的 还有新的文化